各位傲求見 各位元財,歡迎再次實體古談, rises見 我是施基金的 Weird 李浩德 在樁邊的是小榮清,姊先生 小老闆88,你好 西相,今天是年初七 和大家拜個年,和結識生日快樂 恭祝大家,新春愉快,視視如意 最緊要,百毒不侵 dilemma, יש先生,這次最緊要是身體健康,百毒不侵 大家現在最關心,一定想聽施先生說的 究竟今次疫情,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我自己看,這次新型的冠狀病毒 都是第一次在我們世上出現的病毒 人類對病毒的抵抗力,應該還未形成 所以,傳播或人的反應 我擔心會比較嚴峻 所以,小心遺傷 戴上口罩,今天我們拍節目 導演也跟我們說,我們做一個良好示範 戴上口罩,大家齊心抗疫 但是,這個病毒給我初步的感覺 就是,它造成身體不適的程度 以及死亡率,好像是低於沙士 暫時最新的死亡率 我當然沒有最新的數據 但應該是2%左右 2%比較鬆 上一次沙士的時間 早期是4-5% 到晚期比較嚴峻的時間 曾經去到10% 疫情也有機會,死亡率會變化 今次阿斯先生說得正確 暫時的死亡率 暫時,根據已公的數字 比以往好少少 加上香港人有沙士一役的經驗 這次我覺得反應強烈很多 我在街上走 現在差不多香港人 99%都帶了 尤其在地鐵 我剛剛在中環,去了黃埔、新城做節目 回來後,搭了兩次地鐵 統計6至7個人沒有戴口罩 現在香港的確認人數 到這一刻還是增長得不算快 我認為最高風險的時間 就是年初五開工之後 那兩個星期 因為過年之前 其實還未曾那麼緊張 所以很多人 回鄉下過年 想外遊 去旅行 這段時間 是最多去過內地的香港人 反港的高峰期 這批人 比較多機會 接觸到沙士這種病毒 不是叫做冠狀病毒 而是叫做武漢肺炎 是,武漢肺炎 你接觸過 可能成為隱形的大病毒 即是在境外 染了武漢病毒 帶回香港 我自己看 再看兩個星期 就會很清楚 如果這兩個星期內 沒有出現社區爆發 就可以證明 帶來的病菌不多 或者他們自我隔離 出成效 或者香港人的小心謹慎 已經起作用 如果這兩個星期都不爆發社區傳染 我認為最惡劣的時間 可能已經過去 所以對市場的衝擊 可能這幾天是最高峰的 不過市場都衝擊得很厲害 兩星期前 農曆價錢的高位 恆指計是29,100元左右 到今天下降到26,300元 都回到接近9%左右 好似之前沙士也是這樣的狀況 以及沙士當時 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個擔憂、恐懼 以及預計能力 都沒有現在那麼強 看回上一次 其實2003年 沙士是3月初 世衛警告那刻 尤其是香港的影響比較大 去到市場的低位 大約是4月27日左右 大約是兩個月 市場的調整幅度 大約是10% 但這次兩、三天 已經差不多有8、9% 當然有很多原因 第一,因為大家有上次經驗 大家今次有足夠和送出的反應 可能將比較差的情況 都預計在市場裏面 我自己認為 以疫症和之前出現的社會衝突來說 社會問題帶來根本性的影響 會持續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而這些武漢肺炎的疫症 他們的後遺症 即使有 都是對個別感染過的人 而社會的情況 反而過了之後 應該影響會少些 我都有些數字 可以給觀眾參考一下 在2003年的時間 究竟經歷了SARS之後 香港的GDP的變化有多高 其實2003年第一季 香港的GDP 當然當日還有負資產 不過其實也不差 第一季是3.9% 有增長的 是有增長的 第二季是SARS高峰期 由增長變負數0.6% 即降速是4% 第三季是好回到4% 所以當年SARS 將經濟影響大約4% 一季之內都反應了 當日有自由行 有刺激政策 今次最大的分別就是 香港未有SARS 未有疫情之前 最近的經濟數據已經差 我相信第一季應該負數 其實去年2019年 我剛剛查過 最新的數字都暫時是2019年第三季 就是負2.9% 如果以上一次SARS經驗推論 再跌4% 可能有機會 今年2020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但你現在第四季都未出 第四季都是負數 我相信跌的幅度 因為今次不是純粹疫症問題 還有中美的摩擦 香港的內部矛盾 我相信GDP的跌幅 會比SARS大 但對股市、樓市 我認為樓市是長線投資 這些短期因素 反而影響比較小 例如看樓 當然看樓活動少了 冷清一點 急於放售的人難以出售 可能有些人減價 但這段時間亦會將一些需求滯後 遲些疫情從高位回落後 需求出現 所以小陽春現在不出現 反而遲些出現時 積累購買力可能更加多 由之前上課 本身未有疫情預計 可能是農曆年打後 都應該有個小陽春 現在可能要到3月 或者2月中 疫情已經高位回落 市場便會好些 例如股市 你怎樣看 亦可參考2003年的時間 其實股市見底 稍為先於疫情完全受控 是嗎 股市203年的低落 是4月27日 當日最重要的新聞 是香港SARS死亡人數高 令香港成為全世界受SARS影響而死亡 最多的地方 當日新聞仍然很差 但股價已經升了 但股價已經開始見底 亦可以給朋友參考 可以留意一下 新增人數 感染人數 只要沒有大幅爆發式增長 平穩一些 可能對股市反應較大 即使武漢的數字 染病人數仍然在增加 但增加率已經下降 真正是增加 但沒有之前增加得那麼快 我自己估計 亦可能最壞的情況 可能未過去股市會反彈 如果說樓市 如果說沙士期間 很多人收拾了便宜貨 這次會否收拾了很多便宜貨 我認為調整是會的 這次的調整及不到之前 因為去年已經經過一輪衝擊 我估計是5%左右 我聽前線同事說 即使這樣的情況下 仍然有成交 跌幅大約3-5%左右 所以這次大家可能 有上一次經驗之後 大家的對應有進步 亦比較冷靜 波幅應該減少於增加 當然 下星期也頗為關鍵 國內停工等等 下星期陸續續有春運元節匯化 都要留意疫情的走勢 因為它們好像遲香港上班 我們很擔心 A股即是股市 它已退了一天 本身是星期五 即是今日應該開 不過由於 等到星期一 所以 它一次過反映幾天的消息 下星期當然大家都知道 有機會受疫症的情況 是要調整一下 不過究竟如何發展 大家要關心疫情的走勢 多謝施老闆 今集時間差不多 各位觀眾想重訪我們節目 歡迎到以下網址 在此再次祝大家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好,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